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3月2号 日本时间晚上快11点了 中国时间快10点 这个今天是3月份第一次 这个做节目吧我是 而这个3月份日本这个春寒还是很冷的 今天出去小风阴冷阴冷的 在我老家天津这个时候都很暖和了 当然日本11月2月份的时候并不是很冷 反而这个时候阴冷阴冷挺难受的 在天津的话是12月份最冷 过了春节就非常暖和了 然后4,5月份就都有点就是燥热了都 很冷到现在我家里还开着这个暖空调 要不还是冷 今天这个网上就说新加坡的移民这个门口 从每年250万新加坡币提升到1000万新加坡币了 1000万是新加坡币 就是六七千万人民币大约 那还是挺高的 今天我和闺蜜你刚聊完这个事 闺蜜前两天去新加坡旅游刚回来 回来就说这个新加坡好像老人的退休金福利不是很好 新加坡很多老人 那老的牙都没了 据说还是在劳动 这个 有点花粉症了 做这个 酒店的boy什么的在自助餐煎鸡蛋 那可太悲惨了 这个韩国老人也有很多没有退休金的 然后新加坡 据说这个老人的退休金是一次性给足 然后不是每个月每个月都有的 所以很多普通老人很老了还要工作 当然日本也是老龄化社会能看到很多老人在工作 但是日本老人倒不至于说这个不工作 就没有钱了 为了生存而工作 倒也不至于 然后这个新加坡其实是全球富人去避税的地方 比如说专职炒股的一些投资的人员 或者这个油管上最赚钱的这个老高和小莫 他俩本来是在日本生活对吧 那现在年收应该上亿了 这个体量的话只有去新加坡避税了 这样 所以这个新加坡就是富人去避税 那么普通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了 反正闺蜜刚去旅游 说新加坡那边的吃喝住的物价是日本的三倍吧 在新加坡要是租个粮食一厅 据说要人民币一万多了 一万多就日元多少 二十万呢 那日本不会的 日本你租个粮食一厅三十一厅也就是十万吧 能租的很好 在大本啊 在东京可能会贵一点 日本生活相对还是不错的 虽说是工资三十年没涨啊 但是物价也没有怎么涨 当然这两年是涨了这个疫情之后 但是比欧洲是好多了 欧洲据说是工资没涨 然后物价飞涨了 这个 但是日本也是全球征税 比如说你年收在一千万日元以上 一千万日元也就五十万人民币以上吧 差不多就会给征走五十多 那个一半百分之五十了 很多朋友说 我这个不报税行吗 那日本查得很严的 而且是全球征税 尤其最近日本国税局很精的 知道来日本想移民的这个中国人 他们在中国也有房产 有公司什么的 他们比如说你要提交这个移民 他会让你交出你在中国 这个资产证明会征税的 你要是没征不交税的话 也会影响你移民 然后我有几个朋友 被这个国税局天天追着缴税 他们一算这缴税好家伙 在中国辛辛苦苦挣了钱 得给日本政府贡献一半 那太不值了 然后他们又回国了 觉得不值 所以说 其实在中国假如说你那个钱 不是贪污受费骗子出来的 不需要被清算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在中国生活 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朋友说 在中国你不贪污受费骗 能赚到这么多钱吗 当然小富豪是有很多的呀 你比如说在中国 你开个小公司 或者你这个前几年你买房 这个像我在上海有80后的朋友 买了14套房 人家疫情期间 买的这个别墅挣了300万 他说今年2023年 还能挣个10% 你像这个 比如说几千万上亿资产的 这个小富豪在日本 在中国很多 这个国家不会清算你的 所以他那实施生活是挺好的 其实中国挺不容易的 14亿人口啊 这个基本做到这个 有病可医 然后义务教育制也基本普及了 你像我父亲啊 这个就是说拿退休机 然后请个保姆 24小时照顾 这在天津就是很多 很多普通老人 说有些老人都这样生活 我觉得 像他呀 他很很 他不会这么生活 然后 我也挺好的 毕竟是这个全球 人才和资本聚集的地方 但是美国竞争也很激烈 对吧 贫富分化也 就是这个 这个 然后就告你被辞掉了 拿个箱子卷包走 很多朋友 然后 看好 人才 还是在中国生活舒服 大人在 尔柔其 清华毕业的很多人 都是这样 回去了 就 然后你说那个加拿大 那个地方 又冷又土的 中国三线城市的 那么一个程度 你去干嘛呢 然后去澳大利亚 苍蝇 比鸟还大了 就说在那 BBQ一下 然后那个 两面包一加 能加上一层苍蝇 然后你去这个 新西兰 满地跑羊 你去赶羊 剪羊毛吗 所以你去干嘛呢 那你什么 润到那个 东南亚啊 什么泰国呀 柬埔寨呀 那简直 刚是脑子进水了 对不对 所以算来算去 这个 还就是 在中国待着 要不呢 你有本事 你去美国 然后这个 日本也行 日本就感觉 你要是又老 又穷 又弱 在日本 这个享受日本福利 还是不错的 当然 你不能一上来 享受人家福利 你得给人家 交几年 睡给人做了贡献 拿了身份 你才能享受 他的福利 但是现在 这个 想办日本移民 什么的人也多 竞争也是挺激烈的 那你 尤其我觉得 像那个 国内就有一套房 然后卖了 这么三五百万的 还跑到日本 办什么 经营管理签证 这是最傻的 因为你养 这个经营管理签证 得养个五到十年 你要不是那个 高端人才 你养这个 五到十年的话 你这个 弄来弄去 你也得花个 一百多万 两百多万人民币 那你这个 好不容易 卖房 你挣了这三五百万 这不都作梅了吗 对吧 你还不是在中国 我觉得 尤其是在中国体制内 或者是在中国 小生意做的不错的 小老板 在中国生活是最好的 这没有必要 你非得跑到日本来 有很多朋友说 你没在中国做过生意 你不知道 那个 中国你只要挣了钱了 就会有警察找你 那个 逮你啊什么的 我觉得 我虽然没吃过猪肉 看过猪跑 看到不少 我有很多朋友 比如说 他们海归回去 开了公司 挣了钱了 或者还有在日本回去的 像我刚才说的 买了十四套房 都活得很好啊 从来没有听说 什么警察找他们麻烦 当然你要贪污受贿 骗钱骗出来的 那就不好说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吧 你要真想移民 我觉得 就移民到美国和日本 什么加拿大 姚大利亚 什么的 就完全没有必要 我觉得 当然你要在中国 有什么事 怕清算 怕人抓你 那你回来 我觉得小老百姓 完全没有必要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评论点赞 别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